心来送客的真无好 有个人真无好 因天狗修定 亲爱的孩子们 平安 很高兴 我们又要透过网路 一起来敬拜上帝 安静好你的心了没 准备好了吗 在我们之前 我们用了十二个礼拜的时间 我们一起学习了 登山宝序里面的八福 然后 也有学习了主耶稣 教导我们的主导文 更重要的 还有提醒我们 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为了上帝 所示给我们的一切 要献上感恩 除了要天天献上感恩之外 我们还要记得 不要去论断 去批评别人 登山宝序 是给我们每一位基督徒 非常非常重要的教导 所以接下来我们现在看今天的金句 今天的金句是记载在真言十六章二十节 真言十六章二十节 我们用台语来讨论 它是这样讨论 地义在德里的买在德里的买在德里的 挖克亚和华的有福气 华语是说 谨守训言的必得好处 以靠耶和华的便为有福 所以孩子们 但三宝序就是上帝给我们最好的教导 当我们去遵循这些教导的时候 我们必得好处 必有福气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用一点时间 把这十二课做一个简单的总复习 透过总复习 我们再一次把过去我们所学习的 放在我们心里面 加强我们的记忆 在今天的复习之前 我们先安静我们的心 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爱我们的耶稣 亲爱的上帝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 透过登山宝序里面的教导 让我们知道 我们要怎么样 去做一个和你心意的孩子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 要一起再来复习 我们所学习过的内容 求你现在安静每个孩子的心 不管他们是在客厅 不管他们是在任何地方 一样要预备安静他们的心 让你的话语再一次 放到他们的心里面 成为他们生命的帮助 我们这样祷告 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祷告 光臨你的心臉 咱就敬敗心堅堅 圣經裡有講到八種 八種人是有福氣的人 你記得幾個 神給我們每一個人都不同的恩賜 神也定義要四福給我們 讓我們來複習一下 八福八福 提醒自己成為一個蒙福的人喔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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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傳心 준 人 之 我們 咱就花花一一往路 尊贪主的情度 跳跳跳着主的歌声来顺踪 我们要安静的等候神 聆听祂的声音 我的主啊 我要等候你身体 安静等候你 可不敢躲静静静 世上的一切 比不过你 你都在 在你点中一日 胜不过我和在世上千语 终身会有耶路撒冷 你必围绕我 祝我相复在你安能埋着 忠惊是指的永远也 你不离开我 你是我的盼望我的难所 我的主啊 我要等候你身体 安静等候你 可不敢躲静静静 世上的一切 比不过你的同在 在你点中一日 在你点中一日 胜不过我和在世上千语 终身会有耶路撒冷 你必围绕我 祝我相复在你当的海中 曾经世界都永远也 曾经世界都永远也 你不离开我 你是我的盼望我必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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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难所 我们生活上一切都是上帝的祝福 与赏识 让我们一起带着感恩的心来奉献 我们三家一起来唱 《逢显的西瓜》 《逢显的西瓜》 阿们 我们一起投心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在我们生活当中的陪伴以及带领 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扶持我 引我向前 主在我喜乐 欢喜快乐的时候 上帝你也与我同在 主 我要献上金钱 献上我的心 还献上我的全人 来回应上帝你对我们的爱 主 谢谢你 我们的祷告不完全 我们一起同心 用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来祷告 我们在天日的拜 我们你的名字 你的国内教 你自己在这里 在地里 亲自在天日 我们的日式 今天给我们 慎免我们的孤父 慎免我们也有慎免孤父我们的人 不得带我们日子 就叫我们带来 因为国 慎免应根 都是你所有 大大无情 阿们 亲爱的孩子们 平安 很高兴 我们又透过网路 一起来敬拜上帝 这一季登山宝训的主题 我们已经全部都学习完了 今天我们要一起 来对这十二课的内容 做一个总复习 刚刚我们说了 我们除了八福 我们还学习主导文 然后还提醒我们 要天天感恩 更重要的 我们不要随便论断别人 要随时提醒自己 当我们看到别人 如果有不好 有做不对的地方 不要急着去论断他们的不好 不要随便去批评别人 而是想一想 其实我们自己 是不是也有一些缺点 我们也有不完美的地方 在上帝的面前 我们同样的 都是有罪的人 所以我们没有资格 去论断 去批评别人 除了这十二课的内容 从马太福音 第五章到第七章 所有的内容 都是耶稣在山上 教导我们 如何成为一个 神所喜悦的孩子 很重要的教导 所以 言法老师鼓励你 除了今天 我们一起学习的 十二课内容之外 鼓励你 拿起你的圣经 把马太福音 第五章到第七章 所有登山宝训的内容 都好好地读过 因为这些内容 都是主耶稣给我们 最宝贵的教导 读完之后 好好地读 然后 好好记在你的脑海里面 接下来 努力去做 这样子 我们身边的人 就能从我们身上看到 哇 原来 相信 跟随 上帝的孩子 是这么的棒 这样的你 就是 在为上帝做见证 同时 也在为上帝 传福音 这也是 主耶稣 要我们在世界上 做光 做眼 的意义 所以 今天 接下来 我们要很快地 来复习一下 我们学习过的内容 首先 我们先一起来复习一次 八幅 你在荧幕上看到的 上面 大的字 是台语的版本 下面 黑色的 比较小的字 是中文的版本 岩巴老师 一样 我们要用台语的 来念过一次 那我们开始啰 第一个 新来 送乡的人 有福气 因为 天国是 他们的 虚心的人 有福乐 因为 天国是他们的 第二个 油分的人 有福气 因为 因 买想安慰 爱痛的人 有福乐 因为 他们 必得安慰 第三个 温柔的人 有福气 因为 因 买穿着 土地 温柔的人 有福乐 因为 他们 必承受 地图 接下来 邀 吹打 幸福 亦的人 有福气 因为 因 要得到 饭 饥可 慕义的人 有福乐 因为 他们 必得 饱足 人民 人 人 的人 有福乐 因为 他们 必 蒙 连续 第六个 穿起 心肝的 人 有福气 因为 人 要看见 相对 华语 是 清新的人 有福乐 因为 他们 必得见神 华语 让人 和平 的人 有福气 因为 人 要穿着 上帝 减 华语 是 使人 和睦的人 有福乐 因为 他们 必称为神的儿子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为着 他 没想 困到的 人 有福气 因为 天国 是 因为 天国 是他们的 八福 简单的说 就是 主耶稣 告诉我们 要如何 成为 一个 上帝喜悦的孩子 一个 上帝喜悦的孩子 应当是一个 很谦虚 然后 很温柔 而且可以与别人 和睦相处 能懂得 怜悯别人 关心别人 并且 渴慕上帝的话语 并且 按着圣经 去做 对的事情 这样的一个孩子 才是 上帝所喜悦的孩子 那 要做到这一些 容易吗 老师说 严抱 老师自己都觉得 非常的不容易 可是我们 不会因为 觉得困难 不容易 我们就不去做 我们要更依靠 上帝的力量 依靠 上帝的帮助 当你每天 有记得 读圣经 当你每天 跟上帝说说话 跟上帝祷告 我相信 上帝 就会与你同在 当你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这八福 就会浮现在你的脑海里面 你就知道 应该要怎么做 除了 这八福之外 我们还学习了 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 这个主导文 它的内容 分成几个部分 第一个 在第一句话里面 万底天里的杯 这句话 这个部分 它在提醒我们 我们跟天父的关系 就像父亲跟孩子 这么的亲密 我们可以很坦然无惧的 很自在的 对我们的爸爸 对我们的天父 来说话 来祷告 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万你的命圣 你的国人教 你的基于在证 在队人 亲中在天里 这部分 它的重点是 我们要把上帝 摆在首位 在祷告里面 我们先 把上帝的国 还有上帝的义 先摆在 祷告的前半部 也就是说 我们 要把上帝的事情 看为我们生命中 最重要的事情 接下来 才是 摆上 我们 所需要的 也就是 接下来这一段 我们的义士 今天给我们 下帝我们的孤父 亲向我们 也有下帝孤父我们的人 不再带我们日日市 就叫我们 带在那里面 先求了上帝的果和意之后 接下来 才把我们的需要 摆上 所以这个顺序 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 因为 国 官令 圆庚 都是你所有 代代无人 阿们 最后这一段 就是在宣告 上帝 在我生命当中 完全的掌权 主导文 它每一句 都有很深的意义 或许 你已经背得很熟 可是 言巴老师要提醒你 下次 在念主导文的时候 不要只是 很流利的 把主导文背完 在念的每一句 每一个字的时候 去想一想 去用心去思考 用心去反省 这个祷告文里面 每一句 每一个字 都是什么样的意义 而且 还有一个重要的提醒 就是 我们跟上帝祷告 祷告 祷告 它不是作文比赛 也不是演讲比赛 更不是 祷告给别人看的表演 所以 不要担心你 都觉得 好像 都没有办法 用很美的句子 用很美的文字 来祷告 上帝 不会在乎你 用的文字 美不美 不会在乎 你用的句子 但是 有没有 很有水准 上帝 在意的是你 是不是 带着信心 然后 用谦卑的态度 来向他祷告 祷告的态度 非常的重要 除了巴福跟祖导文的学习之外 演巴老师还要特别提醒你们 就是天天感恩的重要 有时候 我们好像都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那么幸福 自己好像没有那么快乐 可是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 都是因为我们总是想着那一些别人有 但是我自己没有的东西 好像你会看到别人有很好的手机 可是我用的手机 却是爸爸妈妈淘汰之后 旧的给我用 别人好像都可以有最新最好玩的玩具 可是我的玩具总是那一些旧的玩具 总是哀怨看着别人有 但是我却没有的东西 可是在这样的同时 你忘记了 你自己好像也拥有很多别人所没有的 你知道打开水龙头就有干净的水 对于一些国家里面的人 他们是多么无法想象的幸福吗 你知道在有些国家的孩子 他们一天只能吃到一餐 甚至搞不好一整天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饱 你知道有些孩子 当他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他是需要人家去抱他 或者是需要人家去摻扶他 他才有办法下床 年八老师有一次因为不小心好像睡觉的时候 知识不太对 所以绕枕了 脖子绕枕 就是脖子痛到不得了 痛到怎么样你知道吗 我的头并没有办法自由的转动 也就是说当我要看右边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脖子转向右边 我必须要整个身体一直转向右边 看左边也不能头转过去左边 而是要整个人整个身体转向左边 而且转的时候就会觉得非常的痛 非常的不舒服 当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每天 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的转动脖子 自由自在的看哪一个方向 是一件多么值得感恩的事情 所以当你为了你可以早上起床的时候 你可以很自由的伸展你的身体 然后你可以很快的跳下床 然后你不只有三餐可以吃 而且还有点心可以吃的时候 当你用感恩的心来看待这些事情的时候 来看待你所拥有的这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相信你根本就不会也没有时间 来再去抱怨那一些你所没有的东西 接下来我要用一个小故事 我很喜欢的小故事 我们来再一次学习感恩的一件事情 有一个小男生他非常的期待圣诞节 因为圣诞节就可以拿到他的非常想要的圣诞礼物 有一天他等了等了好久好久 总算等到圣诞节的早上 哇他一起床 幸高采烈迫不及待的就跑下楼 要看看他今年可以拿到什么圣诞礼物 可是当他看到圣诞树下属于他的礼物 他整个人都变了 他原本期待的是一件很棒很大的礼物 可是他实际收到的却是一个小小的盒子 哇他非常非常的失望 他想要的是很大很棒的礼物 可是没想到他收到的却是这么小 于是他就做一个祷告 祷告什么 他希望他的礼物可以更大一点 哎哟没想到这个礼物怎么样 真的变大了 他觉得这个礼物变大了 哇塞还不错耶 可是他还是不懂得感恩 他还是不满足 他觉得那如果可以这样变大 那是不是可以再更大一点 于是他就继续祷告礼物 在画面上看到哇塞变大 到跟他一样高了 他满足了吗 他没有满足 他没有为了礼物变大而感恩 他仍然希望他的礼物可以更大 于是他再一直祷告 哇祷告之后 结果他的礼物变成多大 已经大到家里都放不下了 你看在外面这个礼物 跟他家房子差不多大了 仍然他仍然觉得不公 他希望还要更大 接着他的礼物变的 已经更高的大像 跟台北101那样的高 那么大的礼物 他满足了吗 哎还是不满足 他想要的是更大更大的礼物 于是他决定他要坐上火箭 他想要的得到礼物 可能像地球像宇宙那样的大 所以他要坐上火箭去太空中 去找他的礼物 当他的火箭起飞之后 在太空中一直绕一直绕 一直飞行的时候 飞了好久好久 他都没有再看到更大的礼物 一个人在太空船 在太空中非常的孤单 当他用望远镜 在找礼物的时候 他才发现 远远的地球 小小的 哎呀 我的爸爸妈妈 我的家 就在那个地球上面 于是他觉得 他再也不想要什么其他的礼物了 因为他那个时候才感觉到 所有的礼物都比不过 爸爸妈妈对他的爱 都比不过这个家庭带给他的温暖 于是他做一个祷告 他希望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中 祷告完 哎火箭就真的这样子往地球飞去 顺利的降落在地球上 那降落之后 他很高兴的跑回家 跟他的爸爸妈妈一起享受这个圣诞节 那个时候他才知道 原来每天在家里面 爸爸妈妈对他的爱就是最大的礼物 当他如果看中这样的礼物 看中这样的爱 为这样的东西 为这样的爱感到感恩的时候 他就觉得好像没有其他礼物 可以比这个更重要的 孩子们 用感恩的心去看你所拥有的东西 因为这样子 你就会发现 不只是在感恩节的时候 才会去感恩 让你的每一天 甚至每一分钟 都像在过感恩节一样 因为当你凡事都献上感恩的时候 你就能深刻的感受到 原来上帝有多么的爱你 而上帝的爱 已经在你平常的生活当中 已经与你同在 在平常的生活当中 每天都陪伴着你 好吗 今天我们的总复习 就到这边 最后我们再来念一次今天的禁句 真言十六章二十节 地已在得利的 买在得利的 我可押好花的 有福气 好吗 登山宝训 是主耶稣给我们 最宝贵的教导 最后 等一下 花一点时间 讨论分享一下 第一个 你可以分享 在登山宝训八福当中 最让你感动 或者最让你觉得 你需要学习的是哪一个 第二个 耶稣八老师要给你一个挑战 从你现在开始 到你今天晚上睡觉之前 我要鼓励你 我要挑战你 想出二十件 或者是更多 值得感恩的事情 好吗 去想看看 像耶稣八老师刚刚说的 我们的生活当中 很多事情 真的都值得我们感恩 真的都值得 我们向上帝献上 我们最大的感恩 因为这样的话 你就不会觉得 好像不快乐 当你为了你值得感恩的事情 感到快乐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每一天都很棒 好吗 祝福每个孩子 我们最后 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爱我们的上帝 我们赞美你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 让我们在登山宝训当中 我们发现 我们学习到 我们自己 有很多的不足 我们要依靠你 我们才能做到 你所要教导我们的 主啊 求你帮助每个孩子 让他们在生命当中的每一天 都有你的圣灵与他们同在 在他们遇到困难问题的时候 你的圣灵提醒他们 把主耶稣 对我们的教导 放在他们的心里面 成为他们的帮助 也提醒每个孩子 对生命当中 每一件事情 他所拥有的 献上感恩 而不是去看那一些 他所没有的 谢谢你 让我们有机会认识你 让我们有机会跟随你 因为 这是我们一生当中 最大的福分 我们将每一个孩子 再次交托仰望 我们这样祷告 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求 阿们 OK 我们这一季就到这边结束 下个礼拜开始 我们会有新的主题 想知道什么主题吗? 欢迎你同样的时间 透过网路 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上帝 OK 那我们下个礼拜 再见喔 拜拜 下个礼拜 znaj